大家好,我是H&N的Edison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講歌劇中的渣男 今天第一個要講的渣男就是 杜蘭鐸、杜蘭鐸中的男主角 Kalav 如果大家知道杜蘭鐸的故事 你們可能會問杜蘭鐸中的Kalav 他不怕危險都要去追求杜蘭鐸的方心 有什麼可能是渣男呢? 表面上看可能是這樣 但如果我們看清楚劇情的細節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一個這麼好的情人呢? 第一件事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輕浮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在第一幕一開始 他剛剛來到中國的時候 聽到杜蘭鐸的事跡 他其實是很不喜歡杜蘭鐸 可以說是痛恨他 他甚至去譴責杜蘭鐸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殘忍地去濫殺一些王子呢? 話就話這麼說 當他看到杜蘭鐸的樣子在第一幕出現的時候 他態度立刻一百百數度轉變 由不喜歡他 痛恨他、罵他 立刻就變成我很愛他 我一定要追到他為止 因為一百百數度轉變 實在沒什麼說服力 只會覺得他是一個很輕浮的人 難保他將來 如果見到另一個更漂亮的公主 會不會又立刻不理杜蘭鐸呢? 這就是他第一個渣男的特點 而卡納夫第二項的缺點就是 有意聲、沒有人聲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去到第三幕 有一個很重要的情節 就是他忠心的丫鬟 留意 因為要保守他的秘密而致盡 一個這麼忠心的女孩子 在他面前因爲他而死 他最初的表現 卡納夫都好像很憤慨 在罵 通人道 Pingipressa Demorate 就是那個死亡的公主 但轉過頭 就好像完全忘記了紐兒 繼續去追求這個 毒蘭鐸 甚至要疼他 到最後完全忘記了 這個紐兒的生死 完全沒有再表現任何傷心 這個表現實在不更人情 懷疑追女孩子 好像不太靠得住 而卡納夫第三項的缺點就是 沒有孝心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他沒有怎麼理過 他爸爸之後死活的 例如他一開始 決定要去接受 杜蘭鐸三個死亡問題的時候 他爸爸和紐兒都苦苦愛求 你不要去啦 你有什麼不測 我們都生存不下去了 但他完全沒有理會過 依然一意孤行地繼續去接受考驗 到第三項 柳兒死了之後 他爸爸陪著柳兒離開之後 他也是完全想著追女孩子 也沒有再理過他爸爸了 之後他爸爸也沒有再出現過 這個這麼沒有孝心的表現呢 我想那些女孩子會扣分的 綜合了以上三大缺點 其實卡納夫他都不一定是一個這麼完美的情人 不過考慮到他不怕死的堅定不移 去追求Turando 所以他的渣男指數 我就給他兩個渣 這次就是我這個歌劇渣男系列的第一講 好,希望大家都喜歡啦 如果大家想繼續留意我 將來我會講哪些歌劇渣男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有一身的影片 就馬上可以給大家看到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拜拜